我国陷入史无前例的悬置国会状态 那各阵营忙着计算难过的议席总和 那其中国盟主席兼前首相 担心慕尤丁自行宣告 取得足够的国会议员的支持 有信心能够重新坐上首相的位子 出任第十任首相 不过慕尤丁却没有明确说明 是否和国阵合作 整个文告内容都暗藏玄机 接下来我们马上联系人 在慕尤丁私底外采访的本台记者 张以柔掌握最新的情报 以柔能不能告诉我们 国盟筹组政府的谈判进展如何了 是的主播慕尤丁 今天就有大批的媒体来到了慕尤丁 位于吉隆坡的私底 因为很多的国盟领袖 成员党领袖都陆续的从白天开始 来到了这个社区 也就是来到慕尤丁 位于吉隆坡的私底这里 应该是商量筹组新政府的相关细节 慕尤丁下午六点半的时候就发文告 官宣他已经获得 沙巴和沙拉越两名领袖的信任支持 换句话说 来自东马的GPS一共22席 以及GRS一共6席 加起来28席 这来自东马朋友的28席 官宣已经进入了国盟的囊中 慕尤丁的文告中也表明 他有信心掌握足够的议员支持 并获得国家元首的委托 再次任向出任国国的第十任首相 那么问题来了 国盟在半岛只是拿下了73席 如果加上东马朋友的28席加持 也只是掌握了101席 距离执政的简单多数门槛 也就是112席还差了11席 对此沙巴进步党的主席 杨德利和伊党青年团团长阿末伊德里斯 阿末法德里就率先表明 新的联合政府包括了之前打对台的国阵 那么他们刚才也有说 对于安华也是 新盟的主席安华也是表明 自己已经凑够数 准备入主不成的这个说法 这两名国阵 国盟的领袖也双双的一口同声表明 国盟筹主新政府的唯一底线 只有一个就是绝对的不要和西蒙共主 有任何的 就不要和西蒙有任何的合作 我们现在请控制是播放稍早前的录影 对于安华也双双 已经有主义了 已经有主义了 那是与BN还是不是 其实很多位置议道理 由于各党权了 也行为中央 现在当中央美国 对国盟已经表明了 他们拒绝西盟 但是会拥抱国阵 那么这个新的异逅 会不会包括 这个目前呢 副被受敌的 巫统主席 Amor Dasy 刚才杨德利呢 并没有直接回应这个问题 只是表明他们会尽快的商议 表示会尽快的商议 以便得出一个最终结果 按照目前的趋势呢 慕尤丁想要回锅任相的话 应该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了 不过现在的问题就是 从现在开始直到明天的两点之前 会不会有其他的变数 阻挠慕尤丁败向之路啊 不论如何呢 我们现在会继续留守在这里 来跟进最新的进展 我们现在把时间交还给 棚内的两位主播金毅和佳荣 好的 谢谢以柔给我们 上来的第一首消息